早语,清华北大毕业的四位明星,一位成一万富婆,最后一位曾被捕入狱,说到明星,大家都觉得明星们的学历并不高,毕竟他们学艺术的,应该没有多少时间,攻读学业知识了吧, 假然其实有很多的明星都会让人出乎意料,就比如说张俊宁就是法律专业的高材生,但是他的演技也是一级的棒,其实在娱乐圈还有许多的人,曾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呢,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,金明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了,他曾经在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拍戏了,并且饰演的那个小婉轩的角色, 令很多的观众都很喜欢,并且他也凭着这个角色大火了,然而本以为星途很顺的他,钱包大学制约的时候,竟然选择了北京大学,之后他就朝着自己的这个目标努力,最后成功考入了,如今他有了自己的家庭,也很少出来拍戏了, 李四四他现在是央视这名的一位主持人,曾经也多次主持了春晚,并且也获得了大家的喜爱,然而现在应该有很少的人知道,他曾经也是北大的学生吧,他在北大的时候学的就是新闻的专业,并且成绩还很优秀,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报名参加主持人的比赛了, 如今终于成为了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主持人,张德谦大家对于他的事情应该都挺了解的吧,他是从清华毕业的,因为其清纯的形象,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,其中还有他现在的丈夫,两人很快,的相恋,结婚生子,他嫁给刘强东之后,就成了京东的总裁夫人,从那之后,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了, 他曾经还主持过几单综艺,也挺受观众喜爱的,如今张德天才25岁,就成为了一万富婆,真的是很佩服他呀,英达说起英达,他应该已经很长时间,都没有出现了吧,然而现在只要是一起起他,大家总会想到他曾经和宋达答的那段婚姻,两人在离婚的时候还闹得挺大的, 其实你不知道的是,英达也是北大的,并且学的还是跟表演毫不相关的心理学,后来才进修学的表演,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导演,但是曾经却被不入狱,今年和解后才被释放。 。